從播出到省片 整個狀態流程 我們都是按照規矩 就是得滿省面的方式來播出 那所以我覺得從個人的層面來說 因為兩方的狀態都有些問題 尤其斯亞這邊會覺得有問題 那我覺得我們予以珍重 那只是從過程當中 我覺得我們在流程上 我們也會更嚴謹而已 但實際上我們已經從一開始 一直到播出整個過程都很嚴謹 所以我倒覺得從內容上來說 我不會覺得說我們也太大問題 只是說它就是播出節目的內容 那只是因為從節目往外做的 其他後續的狀態發生 那我們只能說OK 我們就大家就全力的配合 因為希望大家從內容層面來說 不要那麼的在意 或是覺得我們好像每一件事情 必須要做好玩相過的狀態 那我覺得從這件事情來說 因為我們有溝通過班級的狀態 那因為他的狀態是說 我們還是希望做比較優散的回憶 大家互相做溝通 我覺得主要是這個狀態就可以了 那S姐這邊有說他的狀況嗎 沒有啦 他沒有問我主要狀況 因為主要是節目以外延伸出來的問題 所以我倒覺得他沒有必要 我也沒有問他 那時候通告會不會就是 先暫時飆找 不通告 這兩個人啊 想說會不會把兩個人找到節目來 不會啊 我們沒事不會找他們來吧 有適合才會找 很適合就正常啊 對啊 因為我覺得就是看大家的狀態吧 對啊 就是我們發通告或是內容 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還是上演一集和解喔 對 就是沒事不要再早吃做這樣 好不好 大家都還在努力在心想 那我覺得我們沒有必要做這件事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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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